所以呢,對於單細胞生物來講 它的繁殖的過程就是細胞疼也變兩顆 原本老細胞就不見了,我家兩個小細胞 這是一件很特別的事情 那至少我們人就不是這樣子 我們就是會有父母,然後他們生出我們之後 他們就會老,然後接下來的話就換我們小的會長大 然後接下來如果願意的話,我們就變成父母 我們再生不小的,然後我們會老,我們會死 然後小的會長大 那跟單細胞生物就不一樣 但是老,老,老,老到後來 他就藉由分裂就可以過分新生 原本的老細胞不見了,而適合到兩個小細胞